自有人類文明存在 就有罪案的發生 極度深寒奇案 帶你進入犯罪者的 黑暗世界 在1994年 北京其中有一個叫建國門 一個地鐵站 這個地鐵站叫建國 現在的地鐵站 以前也沒有 在1994年9月20日 發生了一件震驚中外的 一個槍擊案件 真的震驚中外 因為在1994年20日 當時在上午 在當時的首都 你知道北京 是天安門附近 其實你看看 左邊就是天安門 右邊的一點就是建國門 非常之近 有一個軍人 拿了一些暴槍出來 瘋狂掃射 當時離開國慶 只不過是四十多天 所以你想想當時震撼的程度 差不多是國慶 全世界的記者 所有媒體都集中在中國 準備去報道 那時候發生槍擊案 你想想多嚴重 你也知道現在是國慶的日子 你過關 其實搜查的程度 嚴謹很多 你坐地鐵 全部都要過手袋 基本上你去大型商場 全部都會看到保安 武警 以及公安 一到所有大事大事 對保安是非常嚴謹的 當日在1994年9月20日 建國門事件發生了之後 造成了八個解放軍 全部死了 八個解放軍死了 有十七個平民 加上武警、特警、公安 基本上死了二十幾個人 一個人 怎樣可以殺二十幾個人 還不止是平民 還要是武警、公安、解放軍 這個人是甚麼人 為甚麼這麼厲害 但我還沒講他 在甚麼人之前 我想講一講 其實在有些殺人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個解決定 就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裏 最少你要殺了四個或者以上的人 而在這段時間裏 你沒有一個叫做 cooling off period 甚麼是 cooling off period 即是連環手殺人一個人之後 他可能等一等 等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他才會再再再出來殺人 但是在這些連環槍擊案裏 通常這個殺手 是沒有一個 cooling off period 即是說他不會停的 他去到哪裏就殺到哪裏 他不會無緣無故殺人 然後躲起來 然後隔兩天之後又出來殺過 他不會的 他是一次過出來 就瘋狂騷射 一直殺到下去 殺到下去 要是自殺 要是被人抓了 要是被人打死 唯有是這樣的結局 所以他們界定了 這些就是一些連環槍擊案裏 很典型的例子 他們跟連環殺手有一點點不同 我們看看這些連環槍擊案 周圍殺人那些 其實他在美國有些統計的 他統計了 在2009年到2015年統計了 這些連環槍擊案的殺手 他通常最多是發生在多少歲 九歲以下就沒有試過 原來最小出來槍擊殺人 原來是10歲14歲有2%的 15、19歲有3% 一到24歲變成成年人之後 就變成多了 15% 最多是哪個階層的人 就是30到34歲 最多出產這些連環槍擊案的殺手 不知道是否跟他們工作的壓力 你知道到30歲以上的時候 開始有家庭的負擔 也有工作的壓力 在那段時間 如果你做得好就好 做得不好的時候 可能你會產生一種 反社會的思想在裡面 你看看 去到60歲 64歲都出來殺人 這些真的不想法 真的這些真的不想法 70歲都有 70到74歲 原來都有1%的殺手 是70和74歲的 這個類型 我們再看看 這些連環槍擊案 你也知道 到最後最後 要不就被警察打死 要不就自己吞槍自殺 原來只有44% 這些連環槍擊案的殺手 是會吞槍自殺的 有50多個% 是被警察打死的 這些人 我看過那本書 叫做Hunting Human 其中說這些連環殺手 槍擊案的殺手裡面 其實他跟那些性變態 性罪犯的連環殺手 他有一點點區分 就是那些性變態 性罪犯的連環殺手 他殺完一些人之後 他可能一個兩個之後 他會停一停的 有一個 一個圖案的模式 就是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當他再有一個欲念的時候 他再會殺人 但是這些連環槍擊案的殺手 他們可以在事前 是非常冷靜的 是冷靜的 跟平時沒有分別 有些直接回家煮完飯 接著子女 上學放學 然後很冷靜地回家 拿著一把武槍 出到商場那裡 連環掃射 殺人的時候 是面不改容 就是殺人不眨眼 他不斷殺下去 他不會無緣無故 他遇到那天 就糟糕了 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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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麼你死 要麼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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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台灣的鄭哲 他不是走去刺人嗎 其實他很冷靜的 你不看下去 他不是瘋了 他不是這樣 這些殺手 其實 他們背後的心理狀況 更複雜 性變態的連環殺手 這些槍擊案殺手 他的心理狀況 是更加複雜的 很多人就會心想 你可能受到老闆 上司的打擊 可能老闆 天天在罵你 或者你上學的時候 不開心 老師罵你 然後你拿把槍回去 你的工廠 你的社會 或者你的學校 機關槍式掃射 我看回 原來 根據美國最多這些案件 因為美國很多槍擊案 很多槍械 可以流通在社會上 於是他有非常多人 擁有自動捕槍 我以為很多人 都是鞠狠氣老闆 罵你幾句 就回去 射狗老闆 鞠狗埋埋 原來不是 只有5% 這些槍擊案殺手 是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射 4%這些槍擊案殺手 就回到自己學校射 大部分都是去陌生的地方 例如商場 戲院 有些 有些 可能是巴士站 掃射 我聽過 其中最荒謬的 最荒謬的一宗案 就是 這些連環槍擊案 或者連環 一次過的系列殺人的連環殺手 他怎樣殺人呢 原因最荒謬 我聽過有一宗案是在大陸的 就是有一個男人 他約了一個女生 就一起去看電影 那個女生就好像不多想去 就不是經常不出來 那男生就給了一張起飛 那天一定要入場 不入場就大糟糕地爆大糟 原來他那些爆大糟 就不是說 吵架 不是說他家裡搞事 是他當日帶了一個炸彈 去到一個戲院裡面 這個女生一不出現 他就引爆這個炸彈 就全家戲院炸光了 好看